在音乐之都奥地利维也纳近日一家中国钢琴企业的创始人获得了2016年的奥地利尚彼得奖 这一奖项主要表彰在经济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等领域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杰出人物 这是该奖项创立26年来首次颁给音乐文化领域的人士 也是第一次颁给中国人 这是维也纳市政厅 11月9号上午上彼得奖颁奖典礼在这里举行 颁奖礼开始前来自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的教授 首先在这台历史钢琴上演奏了俄罗斯名曲《野风飞舞》 琴声令观众陶醉 控令获奖人陈海伦和青海芬夫妇自豪 因为这台拥有最新专利技术的历史钢琴 就是他们和奥地利钢琴企业合作的成果 全世界钢琴里面没看到过这么一个灯 设计的这么合理是没有的 你看到它就推进去以后灯就灭了 它这么一样灯就亮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可以这么说每分钟每秒钟 能加持多少次 它绝对会比原来的传统钢琴 会快成加进一倍的大精神速度 有几个历史钢琴企业 我必须说 每个这些钢琴企业 有一定的领域 为一个品牌 也就是一位 一位只玩《Bösendorfer》 另一位只玩《Steinway》 另一位只玩《Yamaha》 但是 我可以认识这些钢琴企业 都会很喜欢这些钢琴企业 1995年 陈海伦、金海芬夫妇 在一家三镇企业开始创业时 生产的只是钢琴配件 毕竟十年的努力 到2004年 他们实现了钢琴整机生产 不过 第一架钢琴 在外人眼里 就是一台普通的中国钢琴 代表着当时中国制造 给人的一般印象 为了提高钢琴生产品质 陈海伦夫妇 便往德国、美国、奥地利、日本等先进制造国 如今 第二个十年过去了 他们创建了《海伦钢琴》 已经成为全世界第四大钢琴制造商 《海伦钢琴》的成长之路 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小小缩影 就像许许多多的中国制造一样 越来越有中国自信 标识记者 维也纳报道 好 感谢收看上午这段的新闻直播节